朋友们,在这辞旧迎新之际,花博士首先感谢大家一年来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 新的一年,我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加优质的财经热点话题评述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,多提建议 我会继续优化和完善视频内容,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认可和喜爱 最后,祝大家虎年万事如意,虎虎身微 祝福送完,今天又有啥热点话题呢? 朋友们,听我来说道说道 最近从雄狮少年到三只某鼠都因吊烧眼广告引发了舆论热议 无可否认,三只某鼠改变了一贯以来人们对吊烧眼广告的固定看法 人们大都认可,如果厂商确实无意去拍摄迎合西方狭隘看法的广告 且模特自身长相并未遭大幅度故意篡改 不能武断认为吊烧眼广告一定是辱华 但这并不是说今后所有商家都能任意发布吊烧眼广告 相反,每一次类似事件发作都是给在华所有企业的提醒 找模特,请慎重 但就在舆论如火如荼之际,奔驰竟然又发布了吊烧眼广告 而且模特那眼角都快刺破美股飞到天上去了 按照正常的思维,即使无意间拍摄了这种广告 面对汹涌的舆论,也会停止广告的发布 但奔驰反其道而行之,很难说他不是故意的 一直以来,奔驰等跨国车企面对中国消费者都有一种不加掩饰的傲慢 什么脚踩中华师,什么全球召回中国例外 吊烧眼广告更是不胜为局 当前是中心文明碰撞,较为激烈的一个时期 当然,很难想象由跨国企业无视巨大市场刻意得罪国人 但刻在骨子里的傲慢和偏见极其难以消除 在一些外企的心里,中国依然是一个闭塞落后 受欺负不敢还手的国度 但抱着这样的偏见,早晚会砸了他们自己的饭碗